《紅色學者事件 糧食危機》 專家稱曼谷七八年內或沉沒 經華城案擴大 主義反被收押禁建 向中共洩物 南韓軍務員被起訴 澳洲主導太平洋島國警務合作 日本將收免稅制度 至少三大變化 觀眾朋友大家好 歡迎收看《兩岸新聞》 我是芬妮 首先多謝你們的支持 今天是香港時間8月29日 下面我們來關注詳細的內容 在中國經濟危機持續擴大的同時 糧食危機也迫緊 網紅經濟學家盧倫元 在最近一段影片提出警告 這段不夠半分鐘的影片 8月27日起在國內外流傳 盧倫元說糧食價格現在已經起來了 他甚至可以大體上確定 中國糧食危機將是今年年底 最遲明年春天爆發 而且這不會是一年的危機 可能持續3至5年 糧食價格會升到遠遠超過大家想像的水平 學者草製轉發一段影片並評論說 盧倫元絕大多數觀點我是不屑甚至是疲疑的 但這次我表贊同 我早就說過 中國將伴隨著金融危機再爆發一次 類似上世紀60年代初的糧食危機和大饑荒 盧倫元曾經是中共財政部任職 立場極度親共 草製認為正因為這樣 所以當他也說中國會發生糧食危機時 就特別有參考價值 不過也有評論表示不信 糧食產量不足可以入口 習近平經歷過飢餓年代 有飯碗儀式 三科技時代糧食不會減產到 能餓死人的程度等 還有人提出可能出現的場景是有糧食 但底層民眾買不起 導致整個社會經濟秩序崩潰 總之盧倫元這段警告引起熱議 最近日本缺米的消息 在中國社會瘋狂轉發 日本很多零售商都表示 從未見過這種情況 6月底 日本全國道米庫存急跌至25年來最低 很多商店閒購 每人只能買一包米 到7月大批零售商根本沒有米可賣 日本缺米嚴重得 媒體專門創造一個新詞 令和米之亂 有網民擔心 中國如果也突然爆發糧食危機 造成的衝擊可能遠遠超過目前的日本 畢竟 在風調雨順下出現三年大飢荒餓死幾千萬中國人 這段歷史並不遙遠 中共黨魁習近平4月提出所謂的大食物觀 要向陸地海洋植物 動物 微生物 要熱量 要蛋白 全方位開放食物資源 人民日報等黨媒跟進 強調糧食安全問題 旅美獨立經濟學者秦偉平對自由亞洲表示 官媒反覆強調就是因為中國糧食安全出現了大問題 秦偉平認為習近平這個提法是機不擇食 告訴大家你們不要太挑剔了 什麼都可以吃 不要只是吃傳統的四大主糧 也就是很隱悔地提醒注意糧食安全 秦偉平認為中共政府最在乎的其實是執政的安全 和執政安全最密切相關的其實就是糧食安全 未來如果有可能爆發嚴重的糧食危機的話 可能會對他們的政權造成很大的一個衝擊 最新研究表明 泰國首都曼谷由於地勢較低 恐怕會在未來七、八年內沉沒 如果政府不能及時應對 可能造成巨大經濟損失 據自由時報29日報道 泰國商會大學經濟學院院長阿奴仲 近日引述綠色和平組織研究表示 在未來七、八年內 曼谷有80%以上的面積 可能會沉入大海 估計經濟損失將達到18兆6千萬億泰銖 影響超過1045萬人 曼谷每逢雨季 周容易有水患 今年5月已專家示警 曼谷可能會在本世紀末之前沉沒 但最新研究表明 時間表恐怕大幅提前 阿奴仲建議建水壩 在沿海修建高架路 縱紅樹林作為緩衝區 也建議各界將原本集中到曼谷的投資 分散到其他地區 避免所有經濟位於一旦 泰國氣候變化與環境局副局長 黑薩瓦王之前曾表示 政府正在想辦法應對曼谷面臨的危機 例如參考著名的低地國荷蘭 建提防防島海水渡灌 同時當局也考慮千刀 臺北京華城岸風波擴大 廉政處8月28日分兵48路 搜索威京集團總部 臺北市議會等處 並帶回6名被告 29日一組 臺北地檢處 以涉嫌違背職務行賄收賄罪 向法院申請將國民黨市議員 應曉薇、威京集團主席沈慶經 和應曉薇的助理吳信民3日 收押禁建 其他幾名被告允許交保 歐文節任台北市長時期 台北市府幫助威京集團投資的 經華城大幅提高佣積率 由560%變成840% 事件被疑涉及貪腐 目前正由台北市地檢處調查 歐文節是否涉案 是外界關注重點 綜合台灣媒體報導 檢方目前發現 審慶經在2018年至2021年期間 涉嫌指示旗下公司行賄應曉薇 數額達近千萬元新台幣 應曉薇收錢後幫忙推動放寬 經華城容積率 專案小組目前偵查重點是 賄款有沒有輾轉流入其他官員口袋 地檢處和廉政署28日指出 審慶經與慶曉薇是經華城案的關鍵人物 審慶經是行賄方 應曉薇是收賄方 涉嫌犯了違背職務收賄罪 廉政署在27日發現 應曉薇趕往機場有逃亡可能 因此將應曉薇攔截拘捕 28日廉政署搜查威京集團旗下 中華工程和中石化應曉薇辦公室 審慶經和應曉薇住所等48處地方 並傳換6名被告和12名證人 留夜審訊 29日應曉薇審慶經和吳信民被收額外 經華城董事長陳玉坤1200萬交保 應曉薇辦公室董事長王專罕500萬交保 應曉薇另一助理陳佳敏200萬交保 南韓軍方8月28日表示 廷布斯一名軍務員因涉嫌間諜罪被起訴 他收取大約1億6200萬韓元 向中共洩露大量軍事機密 中華韓聯社、朝鮮日報等報導 南韓國防部檢察團表示 軍務員A某年49歲 由2017年開始被中共間諜拉攏 利用情報C內部安全漏洞出賣軍事機密 不過調查押金 A某只確認他2022年以後洩露的 30件機密情報 A某以記錄或靜音相機拍攝等方式 收集情報 再上傳到中共的網絡雲端服務器 他亦會用網絡遊戲傳遞語音訊息 他在2022年後洩露的機密包括 情報C部分、黑色要員的身份、 情報C組織編制、 南韓情報部隊的作戰方法和計劃 對特定地區的局勢分析等 A某接受初步詢問時說 他2017年在中國某機場被中共情報人員逮捕 他在南韓家人受威脅 A某因此被中方吸收 不過檢方說 他曾積極對中共特工表示 如果給更多錢 他會提供更多資料 澳洲8月27日在第53屆太平洋島國論壇領袖峰會上 宣布一項區域警務計劃 外界認為此舉已在反制中共滲透太平洋地區 該自由時報和德國之聲等報導 澳洲總理艾班尼斯表示 澳洲將在未來5年投入約2億7100萬美元 建立4個區域警務訓練中心 並組建一支由多國警官組成的危機反應部隊 可以在區域熱點和災區執行任務 奈班尼斯說 這項計劃由太平洋地區的警察和警長主導 澳洲提供堅定支持 尤其在財務方面 中共近年來滲透太平洋地區 向各國投資基礎建設並進行安全合作 例如曾在2022年 嘗試與太平洋國家簽署區域安全協議但失敗 中共又為太平洋警隊提供武術訓練堂車輛 與所羅門群島簽秘密安全協議 並在所羅門群島部署警力 美國擔心中共可能會利用安全協議 在太平洋地區建立永久軍事據點 澳洲表示希望新的警務合作計劃 令中方不再有機會參與太平區地區警務工作 東加、飛濟、白樓和巴布亞新機內亞 認可澳洲提出的倡議 與中共關係密切的曼那道和所羅門群島 周遲保留態度 日本觀光廳27日宣布 正考慮取消對遊客購買消耗品的限制 廢止對免稅品包裝的規定 並將消費稅改為先徵後退 據日本共同社報導 目前遊客購買化妝品、酒、食品和藥品等消耗品時 在同一間店、消費需要在5000至50萬日元之間才能免稅 觀光廳正在準備取消50萬的最高限額 以便增加旅客消費 也準備取消免稅品要特殊包裝 而且在出境前不能拆封的規定 方便旅客也減輕免稅店負擔 另一方面 目前遊客可以在賣東西的現場退稅 結果經常出現遊客在日本境內 到賣免稅品的問題 觀光廳準備改為 遊客在出境時到海軍經檢查後退稅 修訂後的制度最快將在2025年開始實施 在節目結束前和大家分享一則訊息 最近很多消費者在服用三高代謝寶之後 身體的慢性病得到顯著改善 他們緩分在健康520網站上反饋 下面我們來聽聽一些用戶的真實感受 三高代謝寶研發團隊的董事長陳祥宏先生說 這些效果要歸功於三高代謝寶的整體療法設計理念 這種療法注重全面條理 不僅針對某一項問題進行改善 而是考慮到整個身體的平衡和健康 三高代謝寶的製造理念基於整體療法 這個意味著它不僅關注單一的健康問題 而是將人體作為一個整體來看待 整體療法的核心在於通過平衡 調節身體的各個方面 全面提升健康水平 促進身體的自我調節和療餘能力 如果你也在尋找更全面的健康解決方案 歡迎訪問健康520網站 了解更多關於三高代謝寶的資訊 好了這一節的新聞就和大家分享到這裡 多謝你的收看 下次再會 中文字幕請報導 小禹澤 我們來看見 ペー 左下 我們來看見 有個不滿臣的 大家介紹一下 個不滿臣的 最不滿臣的